在東京迪士尼和大阪環球影城 敬請玩樂 或是到韓國首爾逛街寫拼 悶了好久 終於盼來邊境陸續結封 韓國宣布正式重啟觀光市場 現在臺灣民眾入境 可以申請個人觀光籤 只要完整接種認證疫苗 就不用隔離 而日本也宣布六月十號開始 開放外國觀光團客入境 很想搶啊 但是可能搶不到吧 不少民眾興奮直言 一解封就想衝日本 加上日元匯率來到零點二二八元 創下二十五年新低 也讓航線定位回溫 華航表示增搬兩成 長榮航則是國際線定位 年增兩到三倍 新與整體成長近五成 日前虎航促銷機票 更是賣破萬張 我們會隨著邊境的滾動式調整 來做一個優惠的促銷活動 其實我們最近一直在做的事情 是開始把過去合作的導遊 拉回來重新的訓練 在訂房間或訂國外的機票的時候 都有開始陸陸續續的 在跟航空公司搶位置 然後甚至跟飯店預約 接下來十到十一月的房間 航空旅遊業搶先布局 但如果出國還是會擔心 國旅市場也有好康 觀光局宣布七月十五開始到年底 自由行每晚最高補貼一千三百元 十五人以上團體旅遊 每團最高補助三萬元 也讓旅遊市場更加蠢蠢欲動 已經兩年多沒有使用到這一本了 民眾都期待邊境能夠 解封松綁出國玩 如果要出國的話 手中的這一本護照過起了嗎 辦護照請往前走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開始出現久違的排隊人潮 民眾敢辦護照想飛了 發生護照快到期了 想說先來辦 人潮變多了 可能大家可能想要借著那個暑假 可能就想要出國去解放一下吧 期待暑假就能飛一波 但過去要辦護照 填資料要排隊 照相排隊 到櫃檯還得再排一次隊 人多的時候辦好手續 要一個小時起跳 為了簡化流程 現在上網就能先填錶 上網填錶能不能過 關鍵再照片 臉部超出紅圈圈 抱歉請縮小圖片 系統設定參數 能過濾掉修圖過頭的 歪頭看旁邊的 頭髮遮耳擋臉的 或是小朋友吃手手 篩選準確率 高達百分之八十五 民眾上網送件申請後 還可以挑選十天內 能在指定時段辦理 在現場除了說 免填錶以外 如果照片也已經上傳了 你已經省去了兩個步驟 現在有三個預約窗口 每半個小時可以預約 每個窗口八個人 那你最多不會等超過三十分鐘 申辦護照線上填錶 六月一號正式上線 而臺灣的國際駕照 也有改變 舊版的封面 只有標示Republic of China 七月一號家住臺灣 而且加大字體 全球九十五國地區都適用 跟上國際邊境逐步解封 民眾想出國 想完政見得先提前準備好 三線宣傳的是哨子 我看不到